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一个星期又开始了 明天会恢复交易 我来临8月31号是国庆日 是公共假期是没有交易的 然后明天这个新的内阁的会员就会去宣示 然后走马上任 当然我们知道来自反对党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多的 对于这一次的内阁 所以不过无论如何 有了新的内阁的成员 希望能够为马谷带来能够减少不确定性 来让整个交易的情绪会比较正面一点 不至于那么悲观的 那么疫情方面 目前我们是看到 邻国泰国他们的疫情似乎是有开始好转的 所以希望我们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希望目前的高峰随着9月份的到来 会慢慢的缓和下来的 今天马来西亚单日确诊是20579个人 还是相当高 全球方面 今天单日确诊是52万3793人 全球死亡今天是9142个人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谈谈一家蓝筹股 这家公司相信大家都不愿意陌生的 就是Tenaga National Burkhard 它的Code是Tenaga 国能这家公司 因为在西马的地区 它几乎垄断整个书店的服务 都是这一家公司在做的 所以国能的业绩当然一向来都是挺稳定的 这一家公司 然后现金流也是相当相当的稳定 所以26号业绩刚刚出炉 YOY是非常不错 暴增了非常多 所以前天的时候 它就逆势起了一个8分 所以在10块38分的一个价位 它回6号的时候 它的股价只有9块6毛1 意味着短短21天的时间 它的股价起了一个8% OK 因为你要知道 这家蓝筹股 它的市值marketcap 594亿的一家公司 几乎是600亿市值的公司 然后股价21天起了8% 这一种成绩 在这种疫情肆虐当中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当然也是跟我们的KLCI这个index指数 有起一些上来 肯定是有关系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KLCI的成分股 当然在这21天 也是有起了一些上来 So Dividend Yield 股息率也是很高 这家公司5.59% 现在它的股息率 远远高过你放FD在银行 因为Ternaga最近都有派发 Special Dividend 特别股息 就推高了它的股息率 然后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报导 就是政府是指示这个国 国有的集团Petronas 额外派发一个70亿的股息给政府 因为在疫情当中 我们知道政府从去年到现在 也是宣布了非常多轮 这个COVID经济的援助 也花了非常非常的多钱 那么当然国有集团作为政府 控制的一家大集团 所政府也是在这非常时期 需要一些现金来 可能做经济援助的配套等等 这些动作 那么当然Ternaga政府也是大股东 那么它派发一个Special Dividend 相信也是要配合政府这个经济上的政策 所以26号它最新的业绩刚刚出炉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 YOY它的Profit是有增长的 那么这个季度的Revenue收入 对比去年其实是有增加一些上来的 是不错的一个业绩 Sotenaga这家公司因为很多人的住家的这个 这个店 这个店的供应者就这一家公司 所以相信大家对它是不陌生的 那么它本身的业务它有做发电 因为它拥有非常多的发电厂 然后当然它有做书店配电 然后它有维修这个发电厂 然后还有开采煤矿 因为火力发电站是要用到煤矿的 OK 所以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好我们来看26号 刚刚出炉的业绩 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所以这个季度YOY它的核心利润 其实对比去年增长超过100% 从去年6.4亿来到今年13.4亿 非常非常不错 它说原因是因为今年这个季度 那个demand是比较高的 对于电力的需求 demand走高了9.6%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当然比较惨 那时候COVID才发生不久 然后政府来了一个大风缩 然后很多工厂 很多公司 很多企业 当然就没有用到电 所以电的demand在去年是比较差的 那么来到今年我们知道 随着这个COVID的疫情 我们有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但经济逐渐解封之后 当然这个电力的需求就会回升的 非常不错的一个业绩 那么financial year 21年 first half 这六个月来也是很大的进步 这六个月来核心的利润 也是YOY增加53% 去年是18.4亿 来到今年是28.2亿 增加了非常多 原因主要是因为这六个月来 那个revenue收入 对比去年也增加挺多的 原因是因为Tenaga的这个水力发电站 因为遇到季风季节 monsoon的这个影响 那么可能雨量比较大 那么雨量大的话 当然水力发电站 它的发电就会比较充足 这也是为什么 这六个月来收入提升上来的原因 水力发电站 那么QOQ而言这个季度也是有增加 主要是它的revenue收入 QOQ它的revenue也增加了8% 从1st quarter的115亿 增加到这个季度的124亿 也是有所增长的 所以总的来说 当然21天飙了8% 我觉得对于一家市值 差不多600亿的公司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然后这家公司 dividend有5.59% 当然是挺高的 所以其实Tenaga这个股市 和那些偏向风险 接受度比较低 比较保守的投资者 因为一来它的股息也偏高 5点多%高 超过你放FD 然后它的业绩 是会成长长期而言 当然它不会是那种爆发式的 我相信长期而言 它还是会增长 随着马来西亚人口的增加 经济活动的增加 工厂、商店 越来越多 那么对于电力的需求 长期而言 当然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的 是很适合那些 比较保守的投资者 这是比较 因为这股股 安全性而言 是会比较高的 那么它已经连续 三个季度 YOY 都在增长当中的 来临业绩展望 就是11月5日 我是看到一些分析师认为 它下半年的表现 可能不如它上半年 因为他们是 一些人是觉得 它这六个月来的表现 有一些是one off的一些 因素在里面 那么去到下半年的话 可能 它的业绩 就会 有回调的发生 OK 所以这也是可能会 发生的 所以无论如何 还是 长期而言 是OK 把短期而言 要注意了 或许真的 来临的业绩 是有一些小小的 回调下来的 当然 聊到那么多 还是 Disclaimer 这四个字 买卖支付 是注意重要的 就是这四个字 买卖支付 我本身 当然 不停做一个 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 会出一份 选股的报告 上面会用 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 来做选股 所以截至前天 当然相当多的选股 回酬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 Francon 收在$3.37 之前我选他的时候 before bonus issue 他的股价 71.5分 也派了股息 10.25分 加上 Free Warrant B 18.5分 这三年来 也是有 647%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 一个12年 当然 还有其他的 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你可以来 Joy 这个选股 那么每个星期 你会得到一份 这个选股的报告 上面我用 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就是 全球很多大型的 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的公司 跟很多 顶级的投资家 包括大使巴菲特 他们 那么多年 在股票市场里面 非常成功运用的 一个方法 有人称之为 投资正道 简单来讲 就是我会去 看这些挂牌公司的 财报 年报季报 还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只要强调 这个不是短期 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 至少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 vshake翻弹 如果疫情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 这些公司 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是相当高 然后你现在的回酬 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 直接的email我 或者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et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 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费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